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跟大家看看內地猛料 內地第一宗新聞跟大家會跟進一下 在河南有個老人家 我有顆花生 沒有條命 為什麼會這樣 稍後告訴大家 另外也會跟大家看看 關於在內地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還在沉醉 這個黃金洲 走了去攀山攝水 經常都說 叫你攀山攝水 麻煩你注意安全 他又不注意安全 最後什麼都沒有 是怎樣呢 我們稍後給大家看看 另外 大家這麼喜歡北上去買東西吃東西 這一點要留意 有時候不單止 北上買東西吃東西 甚至乎在世界各地 買不同的東西回來 你很怕日本的核輻射嗎 原來隨時告訴你 這些東西更厲害 那些核輻射水 是什麼 稍後告訴大家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先 首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一單新聞 就是關於 那個 帶一些 有很多人在世界各地 在內地 買一些 叫做什麼 水晶 有時候 運氣不好 買那些水晶回來 叫做 改運 有些有什麼 粉紅水晶 紫水晶 有很多不同的 種種的東西 這些東西 有時候 那些什麼 軟紅外線 幫你健康的 那些 你知不知道 原來其實那些東西 輻射很厲害 有人可能說 說笑而已 是不是 哪會是很厲害的輻射 那些什麼水晶 哪有料到 真的有料到 這次呢 有位 叫做 遊客 內地客 那 那 那 帶一些保健石 那 他在大連過關 那這個 遊客 他在大連海關航班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他做這個安檢 那 竟然 工作人員 發現到 他身邊 帶了一袋東西 這一袋東西 他自稱是 補健石 那這些補健石 我就不知是 什麼補健 補健 補健什麼 那但是 海關又發現到 這一袋東西 核輻射超標 是說 超出 1050倍 那 而說 他們檢測 這一種放射性物質 是 世界衛生組織 癌症研究機構 一類致癌物質 你以為那顆石 沒有東西 但是 原來 你找木機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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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時候 嘩 一級致癌物 其實 有人說 這些 偶有佳作 其實 已經不止一宗 在內地 在近這幾年 已經有很多內地客 不信 在網上也好 或者在海外買也好 或者大家有時候可能真的會買一些不同的水晶 什麼牌 麥牌 佛牌 那些 又或者那些 剛才我說的 有保健功能 那些 甚至乎 有些人 不知道在哪裏 畫了一塊石 這些 人家跟你說 這個 放在家裏保平安 等等 很多不同的 這些 原來 尤其是這些石 之前已經試過 檢驗過 又是核輻射超標 它釋放一些核元素出來 也是很誇張 試過有個小孩 就是帶著這些 所謂的水晶鏈 那整天流鼻血 後來走去驗一驗 原來就是那條鏈 核輻射超標 導致他女兒不停地 會自動流鼻血 這些事件 其實已經知道 大家有時候 就 迷信 什麼能量水晶 在網上 賣很多很多 這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 你買不要緊 但是 有時候 你要知道 那個 來歷才行 如果不是 你真的買完之後 你就糟糕了 所以現在 內地海關也提醒大家 你出去買這些東西 你要了解一下 如果你說他沒有提供這些成分 你真的要小心 因為 尤其是在內地 過關 他們真的會檢驗你 是不是真的會核輻射超標 以免危害到自己健康 我覺得 金錢損失是少 命仔重要 這次海關就 根據內地的相關情況 責令退運 將這些東西 不給帶入境 所以 嚇死你 是啊 所以 海關反而在這個環境上 即是叫做 折得到 你說什麼 核輻射水那些超標 這些厲害 這些才見錯 另外 也和大家看一下 關於 又有散頭那邊地震 在日前發生五級地震 感覺上 香港人也說 感覺到 但是 好像 很緊張 大家都 在網路上 成熱話 每個人都在搜尋 其實就很小事 沒有人損傷 我覺得就可以 你說不是 震到大家 好像之前那些七八級的人損傷 那些 我就不想見 幸好沒事就行了 另外 也和大家看一下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 有位遊客 遊客 經常都說 大家拍照 握like打卡 命仔緊要 還是握like緊要 緊要 大家沒有鼻勵 當然要 你說 傻的 這麼辛苦 走到這個地方 不打卡 不拍照 不放上網 不發朋友圈 怎麼可以 但是 你也要自己 顧著自己的安危 這件事件 就在這個 遼寧 大連 大黑山區 有兩個人 攀石期間 就滑腳 一死一重傷 以為自己很厲害 怎樣 我貓貓精上身 這件事件 經過官方查證 就發現到 就說有兩個人 就入了這個大黑山 攀岩 有兩個同行人員 其中有兩個 就發生了意外 一群人去玩 當然 經過公安機關調查 就說 兩人入了這個 警區之後 就無視安全警告 執意 展開攀岩的活動 之後 別人叫你不要爬 他就 你懂得 阿叔 攀石的時候 你在波子裡面 可能是說那些 可能是 導致發生意外 發生意外 人家好心提醒你 沒有緣 沒有緣 沒有緣分 這些事情 打算救他 有人說 他應該扯著他 不要讓他爬 那怎麼辦呢 而說 其中一個六十歲的女子 剛才說的 射一重傷 他就在這個攀岩當中 扇腳跌了下去 重傷 另一個就是六十歲男子 兩個都六十歲了 人生 想當年 可能他是這樣想的 現在警區就說 將會採取最嚴厲的懲罰措施 如果再有人 擅自入境區 即是禁區 就說會將實名紀錄 加入黑名單 我覺得 什麼都沒有 你加入黑名單也沒有用 你應該救他 你直接應該扯他出來 甚至乎你再爬我就開槍打你 你這樣就嚇他 讓他走回來 你不敢爬 即是不敢爬 黑名單 是不是 看起來都爬了 真的 我覺得這些 又是換命快遞 為了 參與時刺激 另外也要給大家看看 早前 說到Nike 在大中華區的員工 四天工作週 說到很棒 沒得頂 然後大家就在封存 現在Nike 就跟內地中國網 就表示了 美麗的誤會 其實Nike辦公室員工 一直都在走五天工作週 而接下來 他們會有一種新混合模式 就是辦公室員工 星期一至星期四 需要在公司工作 Nike 就可以work from home 你會選擇work from home 有人就說work from home 不好 走不掉 當然是在公司 在公司搞定下班 你不要找我 反而是work from home 你下班那麼早 會不會 嘿 這些有少少找笨實之嫌 有人就說 不是的 你work from home 也有個時間 沒有的 哪有的 有個罰不兇24小時 哈哈 好了 另外 亦都看一下 這件事真誇張 有個男子用一元人民幣 投得到二手車 哇 這麼好啊 這輛什麼車 會不會脫皮脫骨 一架二喜盡要進口車 賓池 E-Case 嘩 厲害啊 但是說到拍賣方 竟然就賴皮 當然賴皮 一元給你 都能買到這輛車 我就虧到媽媽都不認得 引起這位 男士的不滿 這位就是來自湖南 幸運兒用一元 竟然買到原裝進口的私家車 是拍賣的 他不是淘寶 不是天貓 他在這個拍賣公司 買了之後 真的很開心 哇 一元 真是行 我馬上拿手 賣出去 但是 拍賣公司 他馬上打給他 不好意思 我要毀約 就說 會答應賠償成交價5% 10% 你也可以 一元 嘩 你不是很便宜 我一元買到這輛車 你現在跟我說毀約 這樣也可以 那對方就解釋 拍賣公司那邊 就說 這個是拍賣資格的勁扒 本身不是商品 嘩 嘩 突然之間轉了 你現在 你用一元買到 參與買這輛車的資格 嘩 你這樣也可以 這位男士主當然是不服氣 就說 不用跟我說了 你毀約我找律師 是啊 因為他本身 他看到在拍賣行上的訊息 就是這樣寫的 就說拍賣一個商品 原裝進口奔馳汽車 車齡11年 公里數 6.8公里 拍賣公司股價 大概12.5萬 那 人民幣 這位先生 拿了一元 就叫做 他被騙到這輛車之後 就非常之激動 但是 接著就別人蠻貓 那 他就說 你合約未提到 雙方需要確定的 你現在拍賣行 無緣無故要跟我說確定 我用一元就中了標 你現在怎樣 難我標 折我標 那 所以 現在要維權 所以你說搞笑 又會有 一元 所以可能 有人覺得 一元 預約 不然 這些 不知道什麼車 被你買回來 都撿得哭三聲 那都不敢出價 沒想過一元 調回禮手 用半價 12萬多 六萬多 賣出去 都撿得笑 有時候這些東西就是這樣 有趣的 另外說 一位老人家竟然為了 套花生 命都沒有了 為何會搞到這樣的悲劇 這件事也是在內地熱手 因為之前 我們不是說過 在河南 有一班人 走去沖 在那裏撿那些粟米 大飢荒 這樣搞到 這次 也有位老人家 就說到 走在那些農田 在那裏撿東西 這件事件 就真的搞到 大鑊了 亦都是被人的感覺上很深 之前已經說到 不要在後面撿 很危險 這班老人家 驚死撿輸 哎呀 不要浪費 就說到 農村大爺大媽 在四方八面 跟著 那個 收土機 即是收農作物的機器 後面膜油 他們不理 沙塵滾滾 因為 知道 那些機器 有時候收割 他不是收得那麼整齊 或者收得那麼整齊 總有漏 之餘 這班老人家 就在後面撿樓 撿一些 掉下來的花生 但是 說到 有一個婦人 看到花生 掛著 這棵花生值錢 一毛 這棵花生一仙 多撿一些 他沒有想過 別人這麼大座機器 看不到 人這麼小 他前面還有這麼多東西 後面還有這麼多東西 他 一下子 就 一聲被這個機器 捲了進去 整個場面 立刻陷入混亂 有村民說 這位老婆婆 當時在那裡撿花生 旁邊那個 就是他的另一半 即是阿伯 阿伯就看著他另一半 就捲進了 部機器裡面 他說補好景 看得也心痛 他說兩位老人家的兒子 今年也因為意外 而離世 唉 真是 對 都不小心 有一位從事當地 做這些 駕駛這些 重型機器的車主 他說每年 這些季節 很多村民 走去別人的農田 執拾別人的農作物 他說如果 開慢的時候 那個視野會好些 但一開快就會存在盲點 是啊 因為之前已經 叫做執宿米成為熱手 今次執拾花生這個悲劇 預計 也都可以一番討論 當然 也都說到 唉 真可憐 那個老伯伯看著 另一半被人捲進去 這個叫做 收割機裡面 唉 他真是慘 那又 反過來 拿這個機器那個 也一樣慘 他哪有想過 你們這幫 大哥 大爺 大媽 全部都 不管自己的命 在別人面前 就執來執去 你真是 唉 害死 害死自己 那麼 亦都可以看到 其實 為什麼 這個叫做執宿米之後 又出現了執花生呢 其實 有很多人都討論 關於是否真的 經濟不好 經濟結局 沒辦法 只能夠在這裏執得到多少糧食 就快要過冬了 那希望叫做 執多些糧食 在未來的日子 就沒有那麼辛苦 那其實這個 也是背後的一些悲歌來的 那看看政府方面又如何處理 不過 不要啦 是咯 沒得吃也是死 因為說 沒得吃也是死的 那反過來 政府會幫你的 是不是 但是你人沒命 人沒命 政府又幫你不了 沒有人幫到你的 好 另外亦都看一下 接下來 眨眼了 現在十月 都打尾聲了 去到十一月 將會是 內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節日 為什麼呢 雙十一 雙十一 電價戰 提前開打 哇 這麼快就雙十一 咦 雙十一 重要日子 我結婚 紀念日 哈哈 他說 接下來 雙十一 購物節 輪近 他說 不少廠商 開啟這個 價格戰 這麼早? 喂 十一 不過不是 淘寶今年也是早 因為我近日在淘寶 看看 他已經做了提前雙十一優惠 而其中 蘋果新機 iPhone 15 出現了較大價格波動 啊 因為這個淘寶 就做了8億補貼 就說 iPhone 15 Pro Max 256GB 截了之後 就 九千零九十八 人民幣 官方 價格 就 九千九百九十九 即便宜了九百 九百零一 那 iPhone 15 128 又便宜了 接近 八百零一 哇 厲害 其中 15 Pro Max 512 跌價最大 官方定價 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九 但是淘寶打折了之後 一萬零六百九十八 那 會不會 每個人都 去買呢 但網民說 你減價 我還是繼續買華為 好 做得好 有得他 等他減價 半價 甚至乎一折 都沒有人買 這樣便好看 好 另外亦都看看 在浙江出現了一宗 恐怖的情殺案 在杭州市 有一個女生 之前被男朋友拿個U型單車鎖 打爆頭 哇 不用這麼狠心 導致這個腦幹嚴重受損 送院之後 最終就宣告不止 當地警方就接受了這件案件 疑犯就已經被捕 死者的家屬 事後要求南方的親屬 澱付醫藥費和臉葬費 但是對方拒絕 死者 殺了人 家人 這樣也可以 賠也不賠 什麼事 根據了解 死者30歲 杭州工作 他跟男朋友交往一個月之後 打算跟對方分手 但是這個男子 死前難打 一晚 這個女子打算跟一個 閨蜜 在餐廳吃飯 想不到這位男士突然出現 更加吵架 想不到這個男士 我得不到你 任何人都不可以得到你 於是就拿單車鎖 扯他的頭 這個女子的同行閨蜜 立刻就叫白車 送他去醫院 去醫院的時候 醫生就說救不了 沒辦法 立刻轉到第二間醫院 打算看能不能博有奇蹟出現 另一間醫院的醫生就說 他的肋骨在搶救時已經按斷了 再救了 他的肋骨就要插入肺了 真可憐 好 三天之後 那女子宣佈死亡 被宣佈死亡 根據親屬提供的醫學證明書 女子的死因因為特重型老損傷 這件事件就立了案 警方就已經認為符合了刑事立案標準 那女子送院之後 因為父母 即是女子的父母 擔當不起這個醫藥費 就想著要求男方的父母 麻煩你幫忙出錢 但是對方就拒絕了 之後女方的律師 再跟男方的律師溝通 希望對方先奠住醫藥費 但是對方也採你有味 只要告我進去就賠 只要告我進去就算 所以你可以看到 都幾... 一家人都是這樣 完全沒有那種... 連銀之心 做錯事 沒有內疚 為什麼這麼恐怖 另外也要看看下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就是關於... 在湖南警方... 在湖南發現了一個特大... 假銀子 厲害 找到500萬假人民幣 所以...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內地電子支付這麼盛行 做得這麼好這麼快 其中一件事就是... 可能擔心一些假銀子 因為... 始終... 他們最大面額都是100元 有人就說... 當你去到要大額的時候 太大搭了 有些錢 又拿又麻煩 所以... 電子支付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之有用的東西 好了... 另外跟大家看看... 大家接下來天口洞 可能經常都會到處去... 玩水浸溫泉 要小心 在湖南昆明 有位旅遊客 在酒店浸溫泉的時候 竟然... 被酒店安排的無人機 在上空拍攝 哇... 真的... 是不是... 特地飛到那個位置 溫泉區 那些員工... 鼓鼓滑滑 派過無人機 一人來上空盆船 有人了... 飛過去... Zoom近一點 好了... 事後回應 就說... 我拍不到這個身體 黑曼曼... 什麼都看不到 就說... 不要緊啦... 我知道你可能都會有慮 我們酒店願意賠一盒茶葉給你 嘩... 行不行啊... 他用了一萬元入住這間酒店四天 嘩... 二千五元一晚 都不便宜啊... 對啦... 那... 為什麼會無端出現無人機呢 酒店解釋就是 之前原來約好這個攝影師拍攝風景的 那你約了攝影師 你就那段時間不要讓人進去啦 對吧... 那... 酒店的道歉信呢 還要是很... 很土炮 人手寫的 又沒有觀印的 那感覺上好像都很隨便 哇... 真是... 你說沒有而已 其實你看完我們都不知道 對啦... 還要綜合茶葉就算了 另外... 我們再看看... 哇... 真是... 又打老虎啊 什麼事 就說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的資訊 國家煙草專賣局員黨組書記局長 凌成興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調查 嘩... 那... 什麼事呢 因為其實近年... 這個國家煙草專賣局 就已經... 很多人... 就被查獲了 那... 而這一位... 即是叫做... 前局長啦 凌成興啦 他一百年七月就已經被人炒魷魚 被人查到... 現在的啦 那... 會不會涉及一些背後的事情呢 因為是不是那些什麼... 以權謀司啊 公器私用啊 收黑錢啊等等啊 那... 因為之前國家煙草局就說要搞回正 裡面涉及得太多人貪污 太腐敗了 那... 現在逐個逐個都... 現在繼續走出來啦 那看你有時間搞啦 好 那另外... 也都看看... 有個小孩啊 嗯... 之前我們不是說有個人不小心喝了一支... 汽車冷凍藥 然後死了啊 這位年輕人又不小心喝錯東西啊 喝了一口農藥啊 你喝了一口農藥 你知名之農藥 你就應該去看醫生啦 他因為怕被人罵啊 所以一直忍住啊 神經病啊 誰罵你啊 命都沒有啊 那這一位啊 小朋友十四歲而已 他在凌晨時候因為覺得口渴啊 就不小心喝了家裡 把騎樓那支液體 當然啦 不想喝水啊 看到像汽水 那一聲就喝了下去 誰不知那支東西就是劇毒除草百草枯 他又因為擔心被父母罵 忍痛兩天就沒有告訴媽媽 直到真的頂不順了 才送了醫院 送到醫院呢 就發現他嘴裡的胃 出現腐蝕的情況 情況是極度危桌啊 即是說一個不小心 命都沒有啊 那醫生啦 見到出現了嚴重腐蝕之餘呢 亦都出現了急性腎衰竭的 那幫他啦 進行了十一次的血液灌流 連續十三天的洗腎 但是情況依然沒有樂觀 唉真的 好心 真的 其實我覺得呢 這些家人有責任的 你明知道這些東西 即是叫做不碰得落口的 你不要說只是小孩子啦 有時候大人自己都未必記得那支是什麼來的嘛 不小心嚇一口上去 你說多嚴重呢 應該要貼好它啦 看著毒藥 物碰 這些 這些 基本的東西 我們家居常識來的嘛 有時候說家裡有小孩子 把那些危險的東西都要放遠離小孩子嘛 這些 基本的 我們家居常識來的 但是 有時候 沒有想過的嘛 兒子都十幾歲啦 是不是啊 你不可以見東西就放進口裡的嘛 唉 你兒子又死 女兒又死 什麼都放進口裡 你真是呀 唉怎麼教啊 所以 所以真的 小心看好小朋友啦 好 今集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 拜拜